opod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何仙姑 今天我們要做這個魷魚 若 Rainbowremere food 能放冰箱 食 Sul時才解凍 先 chopped在沖上 慢慢拔出来 刚才有些都已经拔了 拔出来之后 最重要是这支骨 这支骨也不要拔走 这个粥酥位置如何处理呢 一般来说 因为它是小的 刚才有些已经弄好了 不记得要拍下 我会弄回这个粥酥位置 先撕去吸盘的嘴 因为这个位置硬的不好吃 还有这些麦囊 我就会1 2 3剪掉 我都不吃了 因为这里有很多肠的内藏 我都不要了 留下一些酥 就是这样 那几只已经做好了 除非大的鱿鱼 大鱿鱼 我们就要慢慢再处理其他 粥酥的部位 因为始终是小小鱿鱼 所以可以剪得来 下面又不可以吃很多食物 比如你选拔掉这些地方 也可以的 但我又不喜欢吃麦囊的位置 所以我还是不要了 好了 这样先处理了 这样处理了鱿鱼 那我的鱿鱼呢 就洗好了 我就拿回少少少盐 去洗一洗去 先洗一洗 干净 洗洗光 鱼鱼水 再撕掉 慢慢撕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 鱼鱼瓶干了 然后切开 一卷卷 另外预备一些浸软的粉丝 预备一些黑木耳 一会儿蒸 切好了 鱼鱼头头 如果盐太大 切一半 如果这些小粒 可以切 可以不切 随得你 这样 小粒些 我有时都不切 好了 粉丝浸软 切好了 一会儿再用 因为这个是年藕粉丝 用黑木耳 有时 有时 买一些黑木耳 它是会有些 硬的位置 硬的 这些硬的位置 我们一定要 去掉 否则你吃的时候 便会硬到 好了 所以我现在一次过 所以我现在一次过 但你要先浸软 它先 因为它本来是干货 来的 这样 这样 这些硬的位置 就不要了 对吧 免得人家吃起来 有些硬的 吃得不舒服 好 我先切完所有的东西 鱿鱼 我们又做好了 切好了 我现在先给味 少许盐 鱿鱼 胡椒饭 和少许盘 和少许盐 拌一下 拌一下 鱼醃到差不多 再加蝦醬 看看你们家里有哪个蝦醬 或者自己用 因为有时你自己吃的蝦醬 你会知道咸味是很咸 还是很微微的咸 所以我会加一点蝦醬 我这只不太咸 有时买的有些很咸 没办法加少一点 接着我会加一些蒜蓉 拌均匀 拌均匀 如果你可以用一些黑鸡 拌均匀 放好了 如果你有没有味道 你要炸一点 如果你们吃辣的 可以在这里可以 COMいきます 也许不住 如果我们吃辣的 如果你们吃辣的 你可以在这里加一点点的紫天椒 刚才浸泡了莲藕粉丝 先铺了少许在底下 然后将这个粉丝和刚才的鱿鱼 拌匀 另外我们也有木耳 木耳也和它一起 让这些粉丝都有一点味 好,接着我只放了粉丝 把鱿鱼放在下面 把鱿鱼放出来 把鱿鱼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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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把鱿鱼放在上面 把鱿鱼放在上面 再蒸 完成後 鋪上薑絲 適切磚片 鋪上薑絲 老爺說有少少辣 所以我剛才拿了一隻指天椒 輕輕地去鑊 放上來 不敢混在一起 因為如果混在一起就會很辣 而且剔走核 會不會太辣 好了 這裏就完成了 一會兒就入爐蒸 放進去蒸 大約蒸10分鐘 拿出來再加上豉油熟油 完成 這個蝦醬粉先蒸鮮油 完成 拿來送啤酒 跟朋友們吹水 喝汽水 不錯的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 給我個讚 跟朋友們分享 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按鈴鐺 我有新片出 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多謝大家 拜拜 三十八 看看 三十八 五 六 六 五